提到综艺节目,那这两年最火的还是殷宗 从浪姐到批歌,再到生生不息 芒果真的是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了全网什么叫高质量的殷宗 自从有了这三档综艺开始 每一档都是一斤开播,便各种冲上热搜 话题讨论度和收视率永远都是综艺界的第一 当然,这说的还是比较保守了 其实在每一季的节目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已经被网友频繁讨论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三档殷宗真的是可以称得上位播线火的 在每一季节目还没有开始录制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各种讨论嘉宾阵容 在节目开始录制之后,每一场公演的选曲也会被拿出来讨论 说白了,从有了殷宗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辉煌 不吹嘘地说,殷宗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芒果真的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要是没有芒果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和尝试 殷宗的发展不可能做得这么好 更不可能成为各领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 咱们这次要说的是生生不息 这档综艺节目已经播出到第三季了 第一季是生生不息港乐季 第二季是生生不息宝岛季 这一季则是生生不息嘉年华 关于生生不息这档综艺 很多观众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前两季做得实在是太好了 不管你是酷爱音乐还是简单的喜欢听歌 更或者是没有听音乐的爱好 在你的脑子里绝对都有张口就会唱的经典旋律 实话实说 这些东西就是生生不息的经典 这些就是应该传承下去的好音乐 在很多人的脑子里 对港台音乐是有着很深记忆的 因为当年的很多港台剧实在是太火了 港台音乐也随之发展的相当好 毫不夸张的说 不管你是什么时代的人 只要是提到港台音乐 张口就能唱很多 因为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 有了前两季的爆火之后 很多观众都在猜想 第三季会做什么内容 有些人觉得第三季会继续做港乐 毕竟港台音乐再做几集都做不完 还有些人觉得会做新马季 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歌手 在这边发展的非常多 而且有些都已经成了天王天后级别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这一季居然会做生生不息嘉年华 毕竟在很多人的脑子里 内地音乐的发展是不如港台音乐的 不过 看完这一季的宣传文案和中华音乐的发展史之后才知道 原来内地音乐的发展居然一点都不亚于港台 当然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依然延续了芒国请人的一贯风格 那就是要多豪华有多豪华 这一季的前辈嘉宾有毛阿敏 韩红 孙楠 古巨姬 黄启山 晚辈歌手有陈楚生 王心灵 谭维维 胡彦斌 玉可为 汪苏龙 周深 宋亚轩 实话实说 这些嘉宾选的是真好 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可以称得起一档音赠的水平 当然 这些嘉宾都是芒果的老朋友 有参加过我是歌手的 有参加过浪姐或者批歌的 可以说相当热闹 在首期节目看完之后 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高度好评的 不管是选曲还是主题 你都不得不服 芒果还是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平发挥 这次的歌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红歌 一个是春晚歌曲 还有一个是Oast 有些观众看了节目之后 吐槽说有点像大杂烩 实际上 这就是中华音乐的发展 港台音乐没有经历过红歌时期 所以大家不能和前两季去做对比 而是应该以实际出发 在大家小时候的时候 难道没有听过父母辈和爷爷奶奶 被唱红歌吗 不仅如此 即便是现在 很多老一辈的 在广场上或者公园里 依然在唱红歌 而且一起唱的人非常多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些唱红歌的大爷大妈们 其实在这些人群中也有年轻人的身影 什么是流行音乐 能够让人一直传唱下去的 就是流行音乐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红歌只要旋律一响起来 大家就能跟着唱 难道说这还不算经典吗 这还不应该传承吗 毫不夸张地说 很多红歌已经早就刻在了我们的DNA里 只要前奏一响 根本不需要看歌词 每一句都是脱口而出 但是每一个字都不会错 在这期节目中 有些人觉得红歌太多了 可我倒是觉得一点都不多 因为每一首红歌都能让我热血沸腾 别的不说 单从这几首红歌来说 我就觉得这一季的节目是成功的 当然 这期节目也并不是说没有槽点 有些东西还是不妥不快的 陈楚生的搞特殊 让生生不息嘉年华彻底被打脸 陈楚生在这期节目中一共唱了两首歌 除了陈楚生之外 还有三位歌手也是唱了两首歌 分别是郁可维 谭维维 宋亚轩 除了陈楚生 郁可维 谭维维 宋亚轩四人之外 剩下的所有人都是只唱了一首歌 那么问题来了 这四位是不是搞特殊了呢 当然是 毕竟谁不想在节目中有多唱一首歌的机会呢 或许有些人要问了 为什么这四位能有多唱一首歌的特权呢 其实大家要是仔细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还是有原因的 首先 陈楚生 郁可维 谭维维三位都是芒果系艺人 只要是看过芒果以前快男超女的观众 对这三位都不会陌生 除了当年获得不错的资源之外 在浪姐和皮歌当中 三位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镜头和好口碑 实话实说 作为芒果系艺人 你要说他们一点都没被捧 谁都不会信 虽说三位都是公认的实力唱将 但芒果捧自己人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这次的生生不息嘉年华中 陈楚生 郁可维 谭维维三位更是被芒果力捧 要不然怎么能搞特殊唱两首歌呢 其次 宋亚轩是流量爱豆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综艺节目中 只要是请到流量爱豆 那收视率就绝对不会差 当然 想要通过流量爱豆提高收视率 那就必须要给足镜头 要不然粉丝才不愿意买账 在上一季的生生不息宝岛季中 马家琪给节目带来了非常多的话题和流量 同样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同样都是一个团的流量爱豆 这次节目组自然是要利用好宋亚轩这张王牌了 说到这里 四位能有两个舞台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三位是自家艺人 还有一位是流量爱豆 在做音赠这一块 芒果要是敢说第二的话 真的没有人敢成第一 除了这几档音赠之外 后期芒果还会做非常多的辛劳音赠 只有把这些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资源捧起来 最终才能让自己受益 芒果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样明目张胆 区别对待艺人 也是很打自己脸的 在这一季的几位嘉宾当中 真的可以说每一位都是值得去捧的 我觉得节目组真的不应该厚此薄笔 如果这次唱两首歌的要不是这四个人的话 那观众也不会吐槽的 大家只是不想看到这样的看人下菜 芒果这次捧人的操作还是让人有些无法接受的 但是这一季的节目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后期能做得好一点 别的不说 最起码要做到平等对待 话说能够被芒果请到生生不息嘉年华的歌手 哪一个是吃素的呢 这一季聚焦的点是中华百年音乐流行史 在这个大命题下 天后内音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但是节目组却并没有给内音任何影像介绍 甚至删掉了谷建芬和徒弟们合影中的内音 才调了相约1998中内音的演唱画面 而且谈点的华语乐坛半壁江山中也没有他 这一事件冲上热搜后 甚至传出了内音因为饭是跑路的消息 简直离谱 005网上上个月还在英国某咖啡店偶遇过他 至于湖南卫视为什么这么做 无外呼那音之前曾是中国好声音的元老级导师 而李文生前的录音和刀狼的作品《罗刹海事》 把他节目推上过风口浪尖 尤其是罗刹海事 其中那句歌词未曾开言先转定被大量网友认为 是在吐槽中国好声音中的盲选撰译设定 而那音受到的吐槽最为猛烈 这边久未公开露面的内音 因为被声声不息嘉年华删脸再度受到关注 而另一边 刀狼于12月6日在某音短视频平台官宣 将停止更新音乐视频 刀狼很诚恳地说要和大家请个假 时间短则一年 长的话就可能是两年或三年 原因是要全身心投入新专辑的制作 刀狼阐述自己将写一套 关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音乐 未来有三张专辑的计划 但创作这件事需要感受和沉淀 他要花大量时间做田野工作 去积累去思考 所以他决定暂别乐坛 此外 刀狼还澄清了网传他将开演唱会的消息 说自己没有任何要开演唱会的意向和动机 至于明年有没有相关计划 给看后面新专辑的筹备进度去调配时间 刀狼是罗刹海市爆红后才入住某音平台的 距今也不过短短数月 但已经积累了1800多万粉丝 尽管粉丝们对他再度选择封刀很不舍 但都很尊重他的决定 之所以说是再度 是因为刀狼之前已经暂别过一次乐坛 时间长达十年至久 刀狼直言自己知道粉丝量很重要 但他还是希望在自己仍旧有创作热情的现在 有更进一步的创作空间 如今的刀狼 无论从作品传唱度还是路人员 他都堪称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顶流 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否则生生不惜嘉年华也不会提到他 但就是这样一位歌手 出道这么多年来不接代言 不参加综艺 短时间内坐拥了超过很多明星的1800多万粉丝后 不直播也不带火 着实是华语乐坛的一股清流 甚至被赞视乐坛圣人 很显然 过度神话刀狼并不是好事 但是 刀狼的果断 清醒 以及对音乐的专注 却切实地揭开了当前华语乐坛的遮羞布 在流量歌手当道的现在 多个音乐软件排行榜上的歌曲闻所未闻 即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也完全听不进去 正如知名摇滚歌手郑军抨击的那样 排行榜上的那些歌曲 石手中有九首在他看来就是石 虽然火 但质量一言难尽 粉丝说那是先锋音乐 是超前概念 但对不起 好听才是最基本的标准 短视频兴起后 网络上每年都会诞生一些出圈神曲 但邓紫棋曾在节目中公开指出 这部分作品的和弦只有三种 以一种很套路化的创作首发 是银河市场的作品 这其中就包括主流歌手李荣浩的《乌美紫将》 颜值并不高的李荣浩之所以能火 完全是靠出道初期作品的高质量 比如李白诺特作曲家老街等 但是《乌美紫将》实在不像是李荣浩的水平 以至于遭到了乐评人丁泰生的疯狂吐槽 直言其俗不可耐 而且还说俗不可耐这个词都显得俗了起来 丁泰生分析 李荣浩太懂得现在短视频用户们的需求了 知道他们的痒痒肉在哪里 套路化的旋律搭配你浅浅的微笑 就像《乌美紫将》这样的歌词 正好迎合了市场 刀狼成名于千禧年后 而那个年代被暂时华语乐坛最鼎盛的时期之一 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 诞生了诸多好歌手和好歌曲 但是如今 刀狼依然专注于音乐创作 而同样成名于当年的歌手们都明显减产了 有些歌手甚至只能吃老本 周杰伦的作品质量远远不如巅峰期 王力宏和《陶者口碑大跌》后光环不在 他美博频繁参加综艺 却没有新代表作问世 就不露面的孙燕姿 居然成为了00后口中的冷门歌手 梁靖茹 肖亚轩 王心凌 张韶涵 杨成林等人 也都过了金曲一首接一首的巅峰状态 华语乐坛青黄不接 不是一句戏言 内地乐坛的市场倒是够繁荣 但徒有其表 张杰 张亮颖 周深等几位 虽然是颁奖里的常客 但实际远远达不到千禧年后 周王陶灵和四大三小的成绩 魅语顶流歌手华晨宇 被粉丝盛赞是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但传唱度高的代表作寥寥无几 反倒是私生活和音乐风格被吐槽了很多年 肖战的歌曲《光电》 曾创下了一亿多的销售量 但这样一个令人折舌的数字背后 真正听过这首歌的路人观众又有多少呢 张艺兴曾在向往的生活中方言 自己要带领华语音乐走向世界 但如今看来 他似乎还没有起步 至于更年轻的偶像歌手们 粉丝们做的数据倒是很亮眼 某些实际图很是唬人 但除了自嗨的粉丝们之外 别说音乐作品了 他们自己的名字 对很多观众来说都是陌生的 身为一个歌手 能做到不代言不直播 不上综艺 认真沉下心来专注音乐 两次在口碑巅峰期 选择赞别乐坛 刀狼值得粉丝和路人们的胜赞 华语乐坛像刀狼这样的歌手太少了 宁和力才是大多数人追逐的重点 这块遮羞布被再度封刀的刀狼 彻底解开了